TARGA 4S 冷門 玩勝的 我們長測過這麼多款新車 但今次主角 就似乎是眾人眼中的冷門 PORGE 911 TARGA 4S 講實用不算是 速度呢 速度呢 也不算最快 但一說有得試 就個個搶著舉手 自然是因為它的外形 樓線後擋風玻璃設計 配合整體線條 最有舊波子味道 還有體極都不厭的 19秒開合頂篷 一定忍不住又開又生 但車廂設計呢 就估前不估後 前排丁點風都沒有 但後排呢 就出奇這麼大風 加上只適合放手袋 或坐小路走的後座 想帶路右遊車殼 似乎有點難度啦 TARGA 始終是 駕駛做悶樂性的跑車 特別是操控方面 太紮實 露面感強 懸掛就偏硬 在LORM模式 轉波速度都幾快 波箱經常維持15轉 由將軍澳踩去元朗 實際油耗大約每100公里10L 即是每公里1.7毫度 但當轉了Sport Plus模式 就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轉數錶立即飆去3500轉 自動跳落三波 入彎拖落二波反應都夠快 不過三波LAM就拖得比較長 有時踩一去到5000轉 都不願轉回去四波 外來還找了TARGA車迷 一部964的Edwin來試一下 去到993款 或者996、997都好 其實它是有些脫離了原本的設計 它已經不再開了中間的位置 所以舊一點就會看回傳統的樣子 去到這一代就做回傳統的TARGA 會不會馬上喜歡回來 喜歡的但太貴了 他說不愛波子是因為它穩定性高 TARGA的操控一樣都沒有令它失望 那個波箱反應很快 基本上一給油它就馬上倒 但它的操控很好 我覺得不會… 因為有很多車有時做了這一類型的頂 或者做了開篷之後 它的操控會變差了 這部車我想它在車架上做了些功夫 就沒有失望到這件事情 即不會被硬頂的操控 他還說這部車很適合在現在的天氣渣 太曬爽了 而TARGA車系在911家族不算太遠 如果以追求玩樂性的 是最佳選擇 車主給人感覺都會較有性格和有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